TBS娛樂頭條 今天的追星情報戰 要帶大家來追誰呢 像是我右邊這位 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吧 就是天王劉德華 他近期是即將展開 新的巡迴演唱會 而台灣也是在其中一站 終於在昨天是公布了好消息 他宣布會在10月31號 還有11月1號 2號 3號 在台北小巨蛋開場 而這也是刷新了 他個人在台北小巨蛋的 開場記錄 相信所有歌迷們 一定都跟我一樣感動哭了吧 因為真的等了11年了 等了11年 他才再來台北小巨蛋開場 而劉德華出道43年以來 是擁有600多首歌 非常多首歌 而且他也為台灣的歌迷 燒來好消息 他說其實演唱會 是他自己很想很想做的事情 因為只有這樣子 才可以跟觀眾面對面 跟大家很大聲很大聲地說 真的很謝謝你們 是不是非常感動呢 相信大家應該都準備好 要搶票了吧 我自己也準備好 幫家裡長輩搶票了啦 而接下來這位歌手 也是近期在大陸開場 歌手 歌手徐佳瑩的巡迴演唱會呢 去年從台北小巨蛋開跑 而且現在是來到大陸的各個城市舉辦喔 像是廣州 成都 北京等等 而上個月的29號 他就來到了大陸武漢開場 不過剛剛他唱的這首歌呢 會呼吸的痛卻引發爭議 我接下來要送給你們的這首歌 就是在訴說這種 會呼吸的痛 什麼爭議呢 其實光聽他要唱這首歌 大家是不是都不知道 到底是有什麼爭議啊 我自己一開始聽的時候想說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了 不過其實就是有網友說 他在武漢唱會呼吸的痛 其實算是故意的嗎 或是一種地獄梗 或是黑色幽默嗎 就掀起大家的討論 但其實徐佳瑩 這是他第一次出現的時候的 翻唱的歌曲 所以他就說 其實最難熬的想念 就是帶著遺憾的想念 他才要選這首歌 來獻唱給大家 對他來說 也別具有特殊的意義 不知道今天大家是怎麼看的呢 今天的追星情報戰 就聊到這裡